部長你好 我請教喔 因為內政部長劉士方 在內政委員會答詢時說 新清安編列財源來自住宅基金 而新清安政策是影響 這個移轉動數 重大的因素 可能影響房價的升高 劉部長表示 要尊重主責的財政部 對於外界質疑新清安政策的買賣移轉動數 直接推升房價 那我請問部長 你認為新清安貸款是不是 房價居高不下的元凶是嗎 房價變動或上漲其實因素很多 所以說你認為不是嗎是不是 對不是主要因素 因為各種因素都很多 比如說原物料的上漲 我們知道原物料的上漲 或者工資的上漲 還有對房價的預期心理等等因素 還有公共建設的一些到位 那民眾認為會在這個地方買 新清安推出以後 第一個我們已經又再做了進一步的調整 也就是在我們6月27日開始先貸一次 也就是說 你用了一次以後就不能再用 你要珍惜使用這個新清安 就是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也請公股行庫 能夠加強的貸錢的審核 強化貸錢審核 以及貸後的管理 第二個就是新清安是幫助沒有 自有住宅的人去買 我知道啊 但是不能讓他買了以後 就是想要去做投機投資 所以只能限一次 而且對於出租 或者用人頭付加強減核